词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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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还是葵木朗的样子 并没有什么变化 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 请不含说的竟然是真的 葵木兰和领袖是同一个人 怪不得 怪不得我总觉得两个人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来 吃早餐 我特意让春儿给你做了馒头 起泡 为什么要骗我 葵木朗 果然 你眼睛看得见了吗 你究竟是谁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 你还想继续骗我 七八 你听我跟你解释 事到如今你还想继续骗我吗 我只想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在我们华寿 有一口灵犬 我需要一直向他输送内力 才能保证我华寿城中 百姓健康 我还想继续骗我 可是因此 我的内力也会损耗 就在几年前 我的内力因为损耗过大 所以 才出现了你晚上看到我的那副样子 历代话说大王 都是这样 我们只能用兜帽和面罩 来掩饰自己的容貌 这是我们族内最高的机密 我的身边也只有柳军 他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了此事 现在 你也知道了